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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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 早安 上次我们不是用课本上面的例子 就是示例3 然后呢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用这个摊销表 来做的话就是说 他用事物差补法算出来 他的有效利率是8.78 那我说他的摊销呢 上次本来就是 下课的时候雅茜帮我完成 那算出来之后差了800多块 快900块 那我说如果你差个 其实我认为啦 差个几十块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差个百元 就是要超过一百 不要超过两百元 就是超过百元还可以 不过我后来呢就是 我自己用那个摊销表 整个事物差补法算完呢 我是4.38 但是这是半年的 所以我根据这样的数字算出来 它是100万0277 那所差的误差是比 我们第一次做的890块还要少一些 那表示说 基本上来讲我们这样的计算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有可能还是位数的问题啦 那差了几百块这样子 但是至少没有差 像上次那样差到890块 我觉得这样子的差异型就太大了 那因为我这次取的位数是到 百分位的小数点后7位 所以算出来的差异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是 因为上次呢 那个雅正也是希望说我能够把它做完 到底是结果是怎样 那我说那时候我是认为 是应该是位数的问题 所以我把位数取多了 因为你把4.38乘以2的话 是不是7点 8.76多 它课本上面是8.78嘛 所以它的位数是跟我们不太一样的 就是说它的45物的数字会比较大 那我用4跟4.5去把它 用4物差补法算出来 那但是呢 就分摊完之后的差异型会比较小一点 这样子 好 所以我上次把我们做的 举的例子然后把它完成 好 这是事例3 就是542页 如果我的发行成本3万2 当做是我发行价格的减少 去重新计算它的有效利率之后 课本给的数字是8.78 那当然如果用8.78 往下算的话 它的那个摊销表呢 它最后会有是 比100万还多出将近900块 那就是还没摊销完的 那我上次说这样的差异性太大了 所以我自己再重新算一次 好 那算出来之后的价 那个数字呢 就少一些了 但是 还是有差 因为我觉得如果差到10位数字 就是两位数字的话 会比较理想一点 那我只能在想说 可能还是位数的问题 就是它的小数点后面的位数 如果再多一点 可能会让它的那个差异性 就会更小 就是摊销 第十期摊销完之后 它的 账面价值 会等于它的到期值 也会等于它的面值100万 好 这样看懂 我再来解释的是哪一块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呢 上次 好 我们说呢 我们上次有讲到分期还本的部分 那分期还本呢 我们当时候去举说 像它有提前请输回的市历史 那市历史那时候 我一开始的算法 是直接拿551页 好 市历9它的摊销表 去找出来 X5年12月31号 它要摊销的金额去计算 好 乘上二十分之五 乘上十二分之三 因为它是4月1号就提前还本 所以等于说呢 X5年只有三个月 那算出来的金额呢 跟课本的金额是差异 好 有差异的 那理论上呢 我本来认为说 这个摊销表 我直接利用那个摊销表去做 应该就可以得到答案 好 那 可是我 我们这样算应该没有错啊 为什么会 差异性还蛮大的呢 所以我就想到 我就把它四个 就等于是 我说了分期还本 你把每一个到期日 视为一个一笔 或者是单独的一个发行 好 所以呢 虽然是同一天 X1年的 X1年吗 X1年的1月1号 去发行这两百万 但是它的到期日 分别是在X5年的12月31号 X6年的12月31号 X7年的12月31号 以及X8年的12月31号 所以我就把它视为 X1年1月1号 一样 票面利率是10% 当时候的有效利率 一样是9% 然后我是同时 同一天 发出 就是发行四笔 好 因为它的到期日 分别不同 分别是五年期 六年期 七年期 八年期 好 这是分期还本的概念 好 那我当时候说 我们利用这个摊销表 直接去把X5年 12月31号到期 提前在X5年 4月1号 就还本的话 你的摊销的金额 以及你当时候的账面 到底怎么算 我当时候是利用这个摊销表 好 理论上 如果你是还本 一次到期还本的 绝对这样是可行的 如果你是到期一次还本 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的 我利用摊销表去算 是绝对可以 但是我 分期还本的时候 为什么不行 好 我就想到说 可能因为它是不同的到期日 所以呢 它其实每一个时间 所分摊 虽然这个摊销表的金额 是这样子 但是不是 五十万是两百万 分之五十万来的 所以我后来就是 我要证明这一点 所以我做了另外一个 我就把这两百万的公司 在同一天发行 但是我视为似比 好 所以你看一下 好 现在看到的是 X5年到期的 这边呢 旁边的是X6年到期的 X7年到期 X8年到期的 那你可以发现 其实它的到期日的 就是假设X5年 我们不要讲X5年 X4年12月31号 这第一次 X5年会到期的 帐面价值 跟 两年之后 就是 X6年底才会到期的 以及 X7年才会到期的 其实 其实它在X4年底的时候 的帐面金额都不一样 这样看到了吗 我把它用颜色block起来好了 好 我们要讲的是 X4年的 这个帐面价值 好 你可以看这是 哪一天到期的 就是你可以看 这个期数就在这里 好 所以你可以看 虽然一样是 同一时间去发行 虽然是同一个 那个 这个 票面利率完全一样 发行当时候的 有效利率完全一样 但是 每一笔的 公司债 每一笔的债券 在 因为它的到期的不同 所以它发 它的 贪销金额就不一样 好 那 贪销金额不一样 其实就反映什么 它的账面价值 这样看懂吗 所以我就要去update 我上次讲的 如果你是分期还本 的公司债 你提前清场 或者是你要算每一个 每一个到期日的 不同到期日的公司债 在同一天 好像某一天 某一天 某年某又某一天的 摊销金额 会不会不一样 这样看到吗 好 所以虽然是 差一年1月1号去发行 同一天发行 一样是 票面利率是10% 一样是 发行当时候的 有效利率是9% 但是因为到期日的不同 所以它的账面价值 就会各自不同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 差四年底的 差四年底的时候 这四笔公司债 它的账面价值 各不相同 有五十万 差五年底到期的是 五十万四千多 然后差六年到期的 是五十万八千多 然后差七年到期 是五十一万六千 五十一万两千多 然后如果是 差八年到期的 它的账面价值是五十一万六千多 所以四笔 算是在同一个时间 但是它的账面价值 就完全不同 因此 如果是分期还本 我如果有提前清赏 我就不能按照 摊销表五百五十一页 按照它的比例去算 这样听懂了吗 好 这个资料 我有把它放在网大 好 因为我做完之后 我想说 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为什么 我说 这四笔 虽然同一天发行 虽然片面利率一样 虽然到期日 虽然是有效利率 是完全一样 但是因为到期日的不同 所以它每一笔的公司债 它在同一个时间 相同的时间的账面价值 也不相同 这是我先制作一个 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我就去更正一下 我上次讲的 如果你是分期还本 你就不能利用你一开始 发行的时候的摊销表 来直接拿出来做计算 你提前到期的那笔公司债 账面价值 好 就不能这样算 那当然比较好的算法 就像原来 那个课本上写的 我是X5年的 X5年12月31号到期的 在X5年的4月1号还本 它的账面金额是多少 这样看懂吗 好 所以我再重复一次 当你是分期还本 公司债提前偿还 你就不能依一开始 你做的全部金额的摊销表 依它的比例来做它的分摊计算 好 这样听懂 所以因为从这样的一个计算里头 你就可以发现 它事实上是不一样的 同一个时间 那四笔公司债的账面价值 其实是不同的 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先把解释一下上个礼拜讲的 那课本上讲的跟我原先讲的不一样 我去找出原因在哪里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我们上个礼拜呢 讲到552页 好 就是把一次到期公司债 以及分期还本公司债 把它的内容跟事例都说过了 好 那如果同学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就要往下讲 好 如果 如果你是长期的应付票据 我们讲过你的应付票据 基本上呢 如果你是营业行为 或者是经常性的交易所产生的话呢 它的应付票据 其实是没有限值跟中值的问题 也就是说因为它的到期日很短 所以它的面值就是它的到期值 好 因为时间很短 但是如果你是长时间的 那当然就不会你的营业行为所产生的了 有可能你去买东西 我买了机器设备 或我买了土地 然后我是什么 我是没有立即付款的 我是签票据的 好 那如果是签票据的话 我们就要看 一样呢 我的票据上面有没有利息 有没有付息 那不付息的话 那你一定要知道 天底下没有白痴的午餐 它不会说你现在该付100万 我同意你三年之后还是一样付100万 这当中你不用付其他的任何利息啊 或什么额外的什么都没有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说在商场上面是在商严商 好 我该跟你收的 该跟你要的东西 我一定是不会什么 不会让它miss掉 好 所以如果它给你一张是三个 比如说三年之后到期的票据 上面没有付利息 票据上面没有利息 它只写一个到期日 付你多少钱 那你在计算 你在入账的时候 你在那个 现在在入账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它折现 三年之后的 比如说200万 值现在多少 那因为票面上没有利息 所以我直接把三年之后的 付利限值算过来就可以了 那是它没有付息 但是它如果票据上有付利息 就有点像公司在一样啊 我票面利率跟市场的有效利率不同 所以我一样是什么 它就有折一价的发生 它就有折一价 所以它的到期值不见得就是面值 也就是说如果我签了一张票据 它的票面利率是9% 但是市场的有效利率是12% 那这张票据到期值说到时候要还你100万 那对不起这张如果现在你就付现的话 折现值一定会什么 不会是100万 因为你的票面利率不等于市场利率 所以我就说了这个概念就跟我们前面 在讲公司在发行一样 我的票面利率跟发行当时的市场有效利率不同 所以它一定会有折一价的发生 好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市利11 好从11来看一下 它说呢 重新公司呢为增加生产线 在X6年初开立两张票据 分别向甲乙554页 分别向甲乙两家公司借款 它的条件是这样啊 甲公司呢是借200万五年起不复习 那借到的现金是1361166 然后乙公司呢 一样是借了 面额是200万 也是要五年期 但是呢 这张票据上面我有付利率 那复习的方式是每一年年底复习 然后这个呢 它一共借到的金额是160万0729 好 那请你做这个相关的分路 也就是说呢 然后我们开立的支票呢去买的这些 买的资产 我的入账的金额是多少 就是假设这是一个机器设备好了 我买了 我花了一笔钱 然后去买了机器设备 那我这个钱呢 基本上是跟甲公司借200 五年以后付他200 但是我实际拿到钱 金额只有130几万 然后呢 1361166 然后乙公司呢 我也一样看了一张五年之后 到期的200万 那这张五年当中呢 我每一年年底付 票面利率 付票面的利率是3%的利息给乙公司 那这个条件之下 我接到的金额是160万0729 好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做他的 在X6年1月1号我要做的分路 以及他现在就说你要做他的摊销表 好 那这两个公司是不一样的 因为条件也不一样 我们要到时候要先去做 所以X6年1月1号这个时候的分路是比较简单的 好 X6年1月1号我买这个机器设备 请你试做一下 课本上面刚好没有 他没有写这个分路出来 我先让你做X6年1月1号 我做的分路是什么 然后我们再依他的摊销表 好 以及每一年年底 你要做什么样的调整 请问一下X6年1月1号 你做了这笔交易 你该怎么入账 好 一开始我们做的分路 其实不用怎么计算 因为我们说了我的机器设备 虽然我5年之后要付的是200万 但是我现在实际上借到的金额就有多少 假公司我借到的金额是1361166 就是表示200万的折限值 然后另外呢是以公司的 虽然有票面利率3% 但是我也不是200万借到200万 票面金额200万借到200万 所以我只借到160万0729 所以这个金额呢就是我的什么 乙公司这个票据的限值 好 所以我的机器设备 当然就是以现在的限值 先天价值来入账 所以假公司是1361166 加上乙公司的1600729 所以我入账的金额是2 2961 895 好 然后我的票据 基本上呢 我可以不要 这是我在写总分类账 但我名气分类账要分配 是寄到假公司200万 乙公司200万 但是我现在是只要管总分类账就好 所以我就不用去分乙假乙 那你可以看呢 我借到的金额是 2961895 但是我开的是200万的票据 所以我有一个什么 应付票据折价 好 这是一开始 应付长期票据折价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去做什么 它的有效利率的计算 假公司跟你公司的有效利率 有没有一样 我不知道 我要去试算 好 所以呢 跟400万的比较 我1038 105 好 这是 X60月1号 我开了两张票据 去买了机器设备 我一开始入账的金额 那接下来呢 当然 接下来我要做的是什么 这张票据 好 这个折价 它摊销的时候就是有什么 利息费用 那我们刚才也讲 假公司虽然不复习 但是五年之后的200万 一定不会等于现在200万 所以你要去算它的折限值 那它的有效利率是多少 就是我们要算的 好 那我最后 这边所有的摊销 折价的金额在五年之后 要全部摊销完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假公司它的有效利率到底是多少 好 那我们看一下呢 你就要想嘛 我现在是200万 是我的到期值 那我去算它是什么 负利 限值 好 那我的利率是不知道的 我现在是五年嘛 哎 我不知道 等于1361166 对不对 这是我们第四章的时候教的 我怎么从中值 好 知道限值 我怎么去推出它的有效利率 所以我的I就等于 把这个除过去 对不起 我先这样子 先得到这个数字 好 这是小P 负利限值 好 不是年金 就是负利 好 然后呢 这边是除过去是200 100 1361166 好 然后算出来 1361166 除200万 所以得到是0.680583 好 这一定是一个很完美的数字 所以可以看一下 如果负利限值表上面去看五期 0.685583 刚好我的I是等于什么 我的I是等于8 就这样子而已 好 那以公司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呢 他每一次有负利息 好 所以呢 我要把200万 因为我负利息的是 根据我的票面金额 乘上票面利率 而且因为是一年负一次 所以我就不用乘上十二分之十二了 就太多此一句了 我现在要负几次 负五次 一样我也不知道I是多少 好 然后呢 再加上五年之后 我要负200万 好 五年之后的负利限值 我也不知道是多少 等于多少呢 1600 897 可以吗 好 729 好 一样我的I呢 就跟我们前面在做的一样 失误 失误法 如果I 因为现在有一个8嘛 我们先找出来 如果I等于8的话 他算出来是多少 好 所以一样看一下 200万的3% 每一年要付6万的利息 那我们先去查 我的年金限值 年金限值如果利率是8% 5年期是3.992710 3.992710 乘到6万 所以是239563 然后呢 再加200万 我先假设I是等于8的话 那我的这样的 已公司的限值是多少 好 再查一下 是200万是0点 0.68 乘上0.680583 好 刚刚好 所以我的I就等于8 好 还是要去试算 好 万一两个算出来的 呃 有效利率不一样呢 但不无可能 那当然逻辑上面来讲 对同样一个公司 他基本上 我说了 他的有效利率是什么 好 谁能够再帮我复习一下 有效利率基本上 有哪三个组成 无风险利率 通货膨胀率 好 信用贴水或风险贴水 一样的意思 那这三个数字里面呢 前面两个 应该大家面临都一样 无风险 好 无风险利率 好 我就想说讲过 就是把它讲成是 银行的 定期存款的利率 好 然后通货膨胀率 大家面临的通货膨胀率 是一样的 那不一样的是什么 风险贴水 或者叫信用贴水 也是一样的 好 所以 但有可能 甲跟你两家公司 对于这家公司的 呃 重心公司的一个评价 是不一样有可能啊 那我们现在举这个例子的时候 两家公司对重心的 呃 风险贴水 或者是叫信用贴水 他的判断是一样的 评估是一样的 那所以两家公司有效利率就是8 好 好 这样看懂吗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的摊销表 因为课本上就有摊销表了 我就不要再写了 因为已经重复了 好 所以可以看一下呢 那个第一个 在554页 针对的先是针对的是那个假公司吧 好 好 你可以看呢 他的应付 每一年他要承认的利息费用 好 从差6年底是108893一直下来 好 然后呢 他的折议价的摊销 这个数字 你可以把它从108893加117 605加127 013加137 174加148 149 好 那个假公司的折价的摊销加起来 然后再来看乙公司的折价 好 乙公司的折价呢 你就要看一下呢 然后他的折价的金额 他要折价的金额 对不起 他这边 在旁边 68058 73503 7938385 73492593 这两排的折价摊销数加起来 会等于这个数字 你可以try看看 你可以在试作看一看 因为我的摊销一定是把这个摊销外 只是乙公司呢 那呢 讲公司比较简单 他的摊销有数是借利息费用带 应付票据折价 应付长期票据折价 那乙公司的话 他就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他要付利息现金 好 所以呢 乙公司呢 他就会多了一个利息费用 好 然后呢 因为我既然把应付票据折价摊销 他已经写到贷方来 好 应付票 应付长期票据折价 我说他的分路 科目 你只要看一下就知道了 然后乙公司 因为他还要付现金 因为每一次 每半年 每一年他要付六万块的现金 那如果是假公司的摊销就没有现金 因为他没有每一次付现金 他是到期一次还两百万 就这样 好 所以课本上面已经有这个例子 有那个分路了 我就不讲了 好 这样看懂吗 好 这是长期应付票据 或者应付长期票据 那 当你有这样的长期应付票据存在的时候 你第一个要先去算 他的所谓的限值是多少 一定要先去算一下他限值 才知道你怎么入账 好 这是五百五十四页 事例十一 好 那我们如果来看一下呢 我说如果他不付息 然后他给你的 譬如说三年之后 我付你一百万 我现在 你现在也给我一百万 那我三年都完全没有利息 那我说怎么可能呢 他一定有某些的条件交换 好 像昨天呢 譬如说那个 昨天有一个蛮大的财经新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好 也就是说呢 之前有两家 这个应该是说 濒临破产 或者已经是破产的 所谓的保险公司 幸福人寿跟国华人寿吧 还是什么 另外一个什么人寿 然后一起 一起 幸福人寿跟谁 知道吗 我记得两家 那一起就是 就是标售出去 因为当时候由 那个政府先接管 然后现在要把它标售出去 因为还是有保护啊 保护 保保 保险的那个 保险人存在 所以他为了还有一些 保险的条件 必须 必须去那个执行 所以当时候 那个这个时候呢 那个政府就 就让那个国泰人寿 就后来就是投标 听说了 这是我听新闻上面讲 经过了三轮吧 还是五轮 反正经过一段时间的 这个开标 然后重新又开投标之类的 一共这个最后是有国泰人寿 标售到了 要买到了 那买到了呢 那个就花了 他讲说政府只要花200 就是亏损了223亿 那原先认为 如果说这个 如果按照他的限制去出售的话 可能买的人要付七八百亿 那国泰人寿为什么愿意这个少 就是说政府 你要想买卖双方 卖方赔的话 赔得多就是买方赚得多 那现在是卖方就是政府 他赔得少 因为他只赔了200多亿而已 可是原来如果按照他的 所谓的资产负债的结构来看的话 那政府如果要把它卖掉 政府要赔800多亿 就现在只是赔200多亿而已 那政府当然是说他赚到了 但是你就会想 国泰人寿 如果我是国泰人寿的那个股东 我就想 他为什么做这个 侵害到公司经营 击效的一个生意呢 那当然 听这个上面就讲了 他说 他们有一些不可以公开的交换条件 好 就不可以公开的条件 那给他一些行政的优惠 或者是投资的一个优惠 那当然他只是这样讲 所以内容既然是不可以公开 我们也不知道 只有政府跟这几个投标的人很知道 因为投标的人要先知道 你给我这些条件 我愿意出多好的价钱去买 好 这个我要讲什么呢 天下没有白痴的午餐 政府说我省了 我少亏了这个三四百亿 事实上呢 你只把这三四百亿分摊 未来的时间而已 说不定 如果你用优惠的优 那个税务的优惠的话 那也是这种情形 好 所以我就要告诉你说 在商场上 天下没有白痴的午餐 好 所以就回到我们课本上面 这个例子了 我就跟你讲说 其实现实的生活里头 或者是商业交易里头 其实这种情形 都一直在上演当中 好 事例13呢 他就说了 家宝公司呢 在X6年初 开立一百万 两年不复习票据一张 向加薪公司呢 借得一百万 好 我现在呢 开了一张两年之后 你一百万哦 我现在也可以借到一百万 那我刚刚讲啊 这怎么可能有 这种事情发生呢 好 如果这有一件事情 一定有一些什么 他们的一个交换条件 一定有一些交易条件 然后呢 他说同时允诺 他那个 家宝公司呢 就必须什么 必须以优惠的价格 对不起 就加薪公司呢 必须 从X6年初到X9年底 依特别优惠的价格 购买 家宝公司的优商品 也就是说 假设家宝公司卖给人家是一百块 卖给加薪公司就六十块 这是规定嘛 我说好了 我现在家宝公司呢 我借你一百万 好 那借无息的哦 我现在借你一百万 两年之后你还我一百万 好 那这段时间你都不用付 都没有利息 好 借的钱跟你还的钱是完全一样 但是 那对家宝公司有什么好处 我未来跟你家宝公司买东西的时候 你必须便宜的卖我 就是这样的条件了 好 所以你就想啊 那一样啊 我们也要去算 到底 这样的一个交易里头 其实对于家宝公司而言 它有哪些的负债存在 好 虽然我现在借到一百万 未来还一百万 可是现在事实上借到一百万 未来要还的金额 这两年之前还的金额 可能不止一百万 所以我再去算 好 他说呢 他的公平利率是百分之十 所以你要去算说 那现在的一百万 两年之后的一百万 值现在多少 那你拿那个家宝公司 付的金额 就是借你的金额 超过这一百万的 一起那个金额的部分 就是什么 就是家宝公司的 预收收入 也就是说他先 把未来要比较便宜 卖给他的金额 先什么 先承认进来 好 我说了 他一定不可能 既然是借款 他不可能是没有利息的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 那两年之后的一百万 在市场有效利率是 百分之十的情况 我们去查 付利限值表 好 两年 百分之十是0.826446 826446 所以这个 我的 那个 等于说中间呢 我有一百万呢 跟的差是173554 就是我的什么 就是未来 我要转列为我的收入的部分 因为这个是 就是等于是现在先 先收的预收收入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在556页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分路 那每一年年底 好 这分路完简单的 跟之前讲的一样 但是到年底的时候 我的运收票据折价 因为我的票据还是一百万 所以这张票据的限值不到一百万 是八十几万 所以我要去承认 这个我的限值的那个 利息收入 对不起啊 利息备用 好 因为是家宝公司嘛 所以一百万去 跟那个 所以我现在等于借款的 那个限值是 五十二万六千 四百四十六 那每一年要付的利息是 百分之十 所以呢 第一年我的利息是 八二六四五 这样看懂吗 好 那因为这边呢 我们现在讲预收的部分怎么办 预收的部分 因为它的给的条件 没有写得很明白 如果他告诉你说 好 我这样做的时候呢 我有五万 好 我为了要卖你五万 五万个东西 好 五万 五万 五万个单位的产品 好 那 我每一 那我就看我当年度我卖 我出货的多少 就按照比例 那像这个例子 因为他没有给你一个很明确的 他就说为了你买东西可以优惠啊 那你可以买多少数量 没有讲 像这种情况之下 我只能按照什么 要按照年来算 所以这是从X6年到X9年 所以 六七八九四年 所以呢 我就把173554除以4 所以你可以看哦 我每年把43389是173554除4来的 就把预收收入转为什么 销货收入 好 我这里要提醒你 如果这个预收收入 第一个分路 好 我的预收收入 如果你当时候在合约上面 或者是在做这个借款的时候 讲清楚说 这段时间 就是反正优惠的企 优惠 对不起 应该是说 这段时间我没有讲多长 就是说我可以有多少的输掉 比较优惠的价格卖给你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要看 假设我现在讲说 我可以有5万个单位 比较优惠的价格卖给你 那每一年我要把销货预收收入 转为销货收入 我就要看 今年我的出货量 或者是我的交易量 是在5万分之多少 按照比例来看 这样听懂吗 那这个例子 因为他只是讲说 这段期间我可以用优惠的价格去交易 但是他没有讲数量 因此我就用什么 用年来算 所以就是直线法 好 也就是说 从X6、X7、X8、X9 这4年 所以173554就用4年去算 就这样子而已 好 好 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先 先这样子了 我只告诉你说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那施力十字我就不讲了 好 那后面的揭露 或者是一个 呃 呃 后面的一些文字 你就自己看一下财务报表 好 呃 的报导 好 在我们在长期负债的财务报导 报表上面怎么报导 那如果有发生资产负债表外的融资 这一定是什么 不合法的 什么叫做资产负债表外的融资 也就是说 他有融资的事实 他是有融资的事实 但是表面上是看不出来 或者表面上是好像不是一个融资的交易 好 那我们会计上非常着重的是事实的呈现 既然你是一个借款的事实 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它是一个借款的形态 但是基本上你还是要把它什么 还是要依会计的立场去承认它是一个负债进来 所以这种的交 这个 所以应该是说 这种安排 我们叫做资产负债表外融资 但是资产负债表外融资 我说了 基本上来讲 我们是在会计处理上面是不允许存在的 所以只要它有负债的事实 我就要把它什么 承认进来 就是这个课本上面有讲到这一段 好 所以你可以看 最常看到的资产负债表外的融资呢 好是 印收账款的出售 好 那我出售了印收账款 有追索权 如果有被追索 也就是说印收账款的债务人如果不付款的话 我出售者要负担就被追索嘛 我就帮 我要必须帮债务人 印收账款的债务人去还款给买方 这印收账款的买方 那如果这种交易我没有去承认进来 我就被追索的这个条件没有承认进来 那就是一个资产负债表外的融资 好 所以他举了这几个例子 然后有特殊安排之下以租赁融资 租赁融资 但是呢 他是融资租赁 就是有资本租赁 但是以营业租赁的方式去呈现 好 然后会有这位所谓的SPE 那这个利用不合并的子公司 这几种方式 那我说只要是一个 虽然是没有承认在资产负债表里面 但是他具有那个借款的事实的话 我们还是要把它调整进来 要列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里面 所以资产负债表外融资是一个什么 不被允许的交易方式 好 这些文字你自己看一下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了 你